好 这一段开始我们正式讲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和其他的设计模式 其实讲起来模组结构基本一样 一开始是一个介绍 然后呢是一个演示 演示我们会画UML类图 也会根据类图来写代码 接下来是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前端 或者说GIS里面 哪些经典的应用场景 用到的工厂模式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 介绍 工厂模式呢是将New New操作单独封装 New操作其实我们在 之前的代码演示中写过很多了 New操作其实主要出现在 面向对象创建实力的过程中 之前我们讲面向对象 写这个New也写了好多次了 大家应该也跟着写了好多次 遇到New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是不是该用工厂模式了 当然这一个语义上来说呢 其实它就是这么说 对那个New的操作 其实就是对实力 出实化对象 或出实化实力的时候 进行一个单独的封装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那我们也没法通过这两句话 就能讲出来 所以说我们继续 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去购买汉堡 直接点餐 取餐 不用自己亲手做 不管什么店 也不光是购买汉堡 比如说买个盖饭之类的 也一样 你就跟服务员说 我要一个汉堡 点餐完之后 你就等着取餐就行了 没必要你自己亲手做 大家想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对一个 出实化实力的一个封装 封装是怎么封装起来了 那个卖汉堡的人 他会帮你做好 做好之后就给你了 你不用管他怎么做的 然后商店要封装 做汉堡的工作 做好直接给买者 商店也不会傻掉说 我给你一个面包 给你一个鸡肉 一个沙拉酱 然后一个生菜 让你自己去弄去 也是需要封装起来 我觉得这个例子 就能很好地去解释 这个工厂模式的一些用意 或者说也有好处 接下来我们要画一个UML类图 还有代码演示 然后这是传统的UML类图 传统的UML类图就是说 我们在学那个工厂模式 用Java来学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大家简单看一下 左侧 左侧有一个i-product 在这个i的基本上都是接口 接口里面有个init 然后那个这两个类呢 实现了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这个实现的这个关系 我们之前没有画 接口其实它和那个继承复类 不是很一样 大家现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这是一个fu类 它定义了一个product的fu类 里面定义了一个方法是init 然后producta productb是两个子类 它继承了这个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然后工厂呢 这就是一个creator factory 大家看 factory它就是一个方法 方法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i-product 它返回的是一个fu类的类型 当然fu类的类型 这两个子类是继承了fu类 所以说返回这两个的实力 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在用gs来讲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能这么画了 对吧 首先gs中没有接口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墙变成fu类的话 其实gs中真正用到这种fu类 并且是不同的子类来继承fu类 实现不同的子类的情况 基本上很少 所以说我们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讲 也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画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大家看 调完之后 products是产品 它有name 有innet有function1 function2这是方法 然后那个creator creator就是这个工厂类 工厂类里面有个create create然后传入一个参数 然后返回值 返回是个什么类型呢 返回是一个products类型 我们要返回它的一个实力 大家前后一看 其实这个会很复杂 这会很简单 但是你要分怎么看 比如说前面这个 你把左边这三个都合在一块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只不过它就是拆开了而已 通过这个实现也好 计程也好 给拆开了而已 这三个就是这个products 就是这个产品 然后右边这个呢 就是工厂 然后对比来看 那我们这也一样啊 一个工厂 一个产品 这不就一样了吗 接下来要画图 但是画图之前呢 我要简单说一下 只说一遍 后面我们再去简化 UMR类图的时候 我就不再说了 还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结合前端的一些 使用场景和GS的基本语法 来讲实际模式 就是没有必要说 我们非得按照 拆开这种方式来讲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削读视率 把自己不擅长的 去弄别人擅长的 结果弄完来 去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简化完之后呢 这样的话 学起来会更轻松 理解起来会更轻松 会有助于快速理解 弄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直接去用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用 我们没有这么复杂的用法 我们干嘛要学 那么复杂的用法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这么用 我们就是正好能用起来 至于是不是这么用的 我们在第三小节里面 讲那个应用场景的时候 我们就立马能看到 就因为GS没有接口 很少用集成 特别是很少用这种 两个子类 或者三个子类 去集成一个负类 或者说实现一个接口的情况 基本上是没有的 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 它又是弱类型的语言 它又不像渣瓦那种强类型的语言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 非得一无一失 按照人家的样子去学 没有必要 我们要讲出一个特色 讲出真正的使用的场景 讲出真正的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画图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画图